監察院针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后续的款项争议 纠正北市府跟文化部推脱付款的责任 但款上持了一个月就得支付八十万的利息 前后拖了一年多利息衍生超过一千万 我们马上赶快用电付款的方式 去年就已经即刻的支付 所以就没有问题也跟议会取得了同意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争议款 蒋万恩说已经处理好了 被流完工后需要增加1.9亿预算电付厂商 但台北市政府与文化部推脱付款责任 双方互相含文一年多就是不付款 衍生超过千万的利息费用 让监察院发出公告 纠正台北市政府与文化部都有严重歹失 中央要补助就补助 补助就是台北市把他定起来 把钱补进去 拜托蒋万恩加油把他处理掉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话说得很轻松 还帮蒋万恩加油打气 但北流是在柯市府任内完工 蒋万恩却得处理后续预算 被指根本是在帮钱市府收拾烂摊子 大家可以看啦 那反正我们市府上任之后 从过去这一年解决很多的问题 一一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 北流与大巨弹攻城延宕 柯文哲把矛头指向中央 中央跟地方不应当是因为党派不同 就是卡人家 大巨弹是一个例子 北流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就让大巨弹 完工启用 过去看到这么多年 没有办法克服解决的很多困难 我们上任就是面对就是解决 从大巨弹到北流 台北市政府前后朝不断互杠 对于前市府各个政策的后续处理 讲万安 只能笑着面对 记者蓝警发林雨拉特别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